四次的水逆 一次的金星逆行 一次的冥王星逆行 两次的天王星逆行 都有被点名到 那逆行的力量 不只是出现像什么障碍 或者是不舒服的状况 更多的是为你带来第二次的机会 你有订阅你有新闻的YouTube吗 赶快来按赞分享 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Hello大家好 我是白鱼 哇又到年底了 这一年过得是不是很快呢 还是你觉得今年过得有点累 有点忙碌 有点茫然呢 没关系 2022年很快就要来咯 我们来看一下 2022年四大星象的总运势 四大星象的个别星座运势 到底如何呢 2022年是内在重复被触动的一年 这一年啊 由生活中的各种面向 比如说像是工作啊 爱情啊 各种人际关系啊 生活娱乐等等 来掀起你内在的世界哦 再借由你所倾向的 比如说像政治取向啊 价值观啊 理性 个人的信仰来改变你的整个人生状态 这可能是你的内在感受 关系 形象 自我认同 个人目标等等哦 而且这样的改变不是突如其来的 就是不知不觉中的 你到底会是哪一样呢 你的创伤也会被触动哦 因而驱使你去关注自我的释放和自我的疗愈部分 最后呢 导入你的内在自我认同感 你看这是非常内在非常抽象的感觉哦 2022年又是一个关键的过渡期 比起2021年的各种尝试和改变 来到2022年需要做到深入探究和改变之后的延伸了 如果2022年做的踏实呢 得到一定程度的自我满足感 就能稳稳的迎接来年也就是2023年所带来的课题 该如何面对和满足自我认同感所带来的挑战性的课题 从而呢超越需要认同的这种心态 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内在智慧的种子 简单来说啊 也就是2022年你需要也有机会体验到被了解的美好 尤其是被自己了解的那种自我接纳的课题哦 会让你深入的体验到在痛苦面前要知道谦卑 自己神秘而黑暗的内心深处 同样需要被你珍视 当你对自己的了解是完整的 你就可以毫无顾忌的投入生活活出独一无二的自己哦 好2022年水星将有四次逆行 第一次是1月14到2月4号 水星会从水平逆行到摩羯 逆行时间是21天 第二次来到5月10号到6月3号 水星从双子逆行到金牛逆行到24天之久哦 从9月10号到10月2号是来到第三次 水星从天平逆行到处女逆行时间是22天 最后我们到年底12月29号到2023年的1月19号 水星会待在摩羯一直逆行22天 这四次的水逆都是从风向到土向的星座 最后又停在土向星座哦 这种风气啊带来的是守旧啊 怀旧保守啊规范啊 或者你自己去制定规则 或者呢去遭破流精华的时期 这个时期非常值得你去自我的省思和沉淀哦 那整个2022年8月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啊火灾啊地震带来的一些伤害 9月的部分要注意台风水灾的灾害还有演艺圈的一些震荡哦 下半年是行星逆行开始加码到解锁的时间 整个像是医疗公益啊诉讼纠纷啊经济诈骗或者是上瘾的事件 不武伦的关系等等部分大家都要小心谨慎的注意哦 尤其是10月2号到10月23号有7颗行星逆行 那在这个期间更是要保守行事 多一点理性少一点冲动 必要的时候要参考别人给你的意见 或者懂得求助外援 那我们接下来看土象星座金牛处女摩羯座 我们回顾一下2021年呢土象星座的你有很大的转变哦 生活有时候可能你觉得好玩有趣有时候呢需要沉浅沉淀 工作啊感情啊个人的价值观 不管哪一样为你带来冲突和改变 对你来说熬过之后呢就是获得更新更强大的力量了 来到2022年有机会把你的生活调整成适合你或者你喜欢的样子哦 四次的水逆一次的金星逆行一次的冥王星逆行 两次的天王星逆行都有被点名到 那逆行的力量不只是出现像什么障碍啦或者是不舒服的状况 更多的是为你带来第二次的机会 在这里我们要正面的看待 在1 5 9 12月呢水逆期间你可以比较理性的去思考 然后做出改变的决定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来到1到2月的部分 你可以把感情啊家庭关系啊调整到你符合内在需求的状态 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 在4月到10月呢希望你把工作啊关系啊做到最后的断舍里 而8到12月呢你适合把生活啊调整成你喜欢的样子 不要被别人去驱使了 我们来看一下2022年土象星座个别星座的运势如何呢 金牛座在工作的部分呢2022年你有贵人扶持哦 也有上位者给你一点的压力 你会觉得说哇这个压力太爆棚了有点受不了 只要注意好平衡呢 你是有机会冲出一番业绩和成绩的 所以这方面希望你可以知道结果之后心态平衡一点 财运部分呢跟国外啊科技啊教育宗教有关 这方面你可以多做努力 单身的人在5 9 11月你的机会比较多 有伴的人要多花一点时间陪伴家人哦 健康部分要注意了 像是脊椎啊关节啊小腿循环的问题 你要特别在意哦 金牛座2022年要注意 听尽不同的声音和建议 沟通要多一点的耐心 金牛座2022年要好运的关键词 放松心情 处女座把基本的专业品质维护好 基础的注重细节的部分要处理好 这是你2022年要注意的 在外加一些小的创意呢 2022年你的工作重点就算是完整了 个人的创意发挥或者是轻松有趣的风格 还有就是像是你兄弟姐妹了啊 或者是像兄弟姐妹的朋友啊 孩子啊都是你的财运来源 你可以着重发展 单身的人在1 3 5月可以多寻找机会 有班的人呢要多花时间在经营生活啊 或者是经营对方的安全感上 要注意肾脏啊腰椎卵巢耳部 私密部分方面的保养哦 这部分的健康非常注意了 处女座在2022年要注意 恋爱波折比较多 容易遇到难缠的人要多观察 处女座2022年好运的关键词 细节品质 摩羯座 2022年在工作方面呢 要回归公司或者是团队文化的整合部分了 希望你可以先建立互信的认同感 再来发展业务就会事半功倍 个人的言行品德或者是投资自己的这种决心 是你财运在2022年发酵的重要关键哦 单身的人7 8 11月桃花会非常的旺盛 有伴的人呢跟另外一半默契还是蛮好的 但要小心不伦练或者是不能被曝光的秘密恋情哦 肺部手臂肩膀口腔消化系统 这是你2022年要特别注意健康的部分了 摩羯座在2022年要注意 过于自我会造成一点偏执 要珍惜对你好的人 摩羯座2022年好运关键词 寻找认同 祝福土象星座的大家 在2022年都可以裁员滚滚贵人多多 我们下期见了拜拜